走開 走開 你等一下 走開 好了好了 你先跟他要資料一下 要那個資料 哪邊被打到 要去醫院 男子情緒激動對妻子大後 警方則在一旁安撫 到底發生什麼事 竟然是妻子對他連開五槍 雖然沒有生命危險 但也痛得他情緒失控 他拿什麼打你 他跟他朋友拿一次 不知道什麼東西 證報槍還是什麼 一打我的頭就中了 然後我這邊 你沒看到我都流血 為何會被槍打到頭部血流 原來證明季婦 當時喝完酒後 在花蓮北埔路路邊空地 與妻子口角爭執 而妻子和前夫所生的 19歲兒子健壯 立刻衝上前制止妻婦 而兩人爆發拉扯扭打在一起 而為了保護媽媽 兒子竟然拿出鎮爆槍 朝妻婦連開五槍 犯人後騎車逃離現場 而妻婦的下巴 左手臂 左後腦都被打傷 救護人員到場 將王南送至門諾醫院救治 並無大礙 本分局查明 涉案人身份及使用車輛 立即展開查譜 直到南逃法網妻子 犯後兩小時主動到派出所投案 生生犯用的槍支是向朋友借的 而警方訊後 也因殺人未遂 傷害罪嫌 以及違反槍炮彈藥刀卸關制條例 將嫌犯移送 遞尖署偵犯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